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。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,SEMI,在11月初公布了2023年9月北美半导体设备销售数据。前段晶圆设备和后段封测设备都不理想。 报告显示,9月北美半导体设备销售方面,前段晶圆设备销售额33.4亿美元,环比增长3%,同比下降18%,后段封测设备销售额2.43亿美元,环比下降2%,同比下降25%。 SEMI数据显示,北美半导体设备订单不振。2023年第三季度全球IDM和晶圆代工的产能利用率已经滑落到80%以下,预计第四季度见底,但IC产业总投资在2023年第三季度持续增长。 除了CoOS封测,2奈米3奈米,HBM还会继续投资之外,其他订单都已暂缓。 SEMI预计2023年下半年,非存储类晶片的总投资额将下降。 此外,WSTS与SI统计的8月全球,半导体营收及9月美国采购经理人指数年减都逐月改善,之前这些公司库存建立太多, 所以,要先看到库存消化,在几个步骤最后才轮到增加资本支出,难怪北美半导体设备订单不振。 不过,荷兰曝光巨头ASML公司全球副总裁、中国区总裁日前证实,据该公司观察,当前国际晶片制造厂商的机器使用率正在缓慢回升,行业正在回调。 其中,存储相关晶片的库存在进一步降低,同时,该类晶片的价格也略微回升。 此外,据了解,随着市场回暖进程的加速,2024年将会是半导体行业企业加速扩张产能布局的一年。 在半导体代工领域,台积电日本工厂计划于2024年底开始大规模生产。 中芯国际此前赤资500亿,在北京兴建的12英寸晶片工厂也计划于2024年开始大规模生产。 而英特尔代工服务方面,英特尔7已经实现大规模量产,英特尔4已经生产准备就绪。 英特尔三案计划推进中,英特尔18i制程预计将在2024年做好量产的准备。 消费市场回暖的迹象在英特尔其他部门的业绩中也有所显现。 包括笔电和桌机晶片业务在内的英特尔客户端运算业务,CCG第三季度营售为78.67亿美元,相比去年同期的81.28亿美元,同比下降3%。 不过,该部门第二季度营售为68亿美元,同比下降12%,相比之下,第三季度数据的降幅已经开始缩窄。 根据市场调研机构IDC10月初公布的数据,联想第三季度出货量环比增加12.67%,市占率提升0.4%,惠普出货量环比基本持平,市占率下跌2%,戴尔出货量环比持平,市占率下跌1.8%。 有证据表明,PC市场的下滑终于出底。 Gartner首席分析师Makako Kitakoa表示,尽管企业PC需求依然疲弱,但教育市场的季节性需求提振了第三季度的出货量,抵消了部分下降。 供应商在减少PC库存方面也取得了持续进展,预计库存将在2023年底恢复正常。 不过需要注意到的是,高通近日发表了专为AI打造的PC处理器骁龙X-Elite,这是一枚基于高通自研内核Morion的CPU。 该处理器的发表,标志着高通正式打响围攻英特尔CPU业务的第一强。 事实上,辉达和AMD也正在开发能够用于Windows作业系统的PC处理器的传闻,已经在市场上流传已久。 英特尔目前占据苹果以外,PC晶片市场的大部分份额,AMD份额位列第二,该公司此前的CPU也是基于X86架构。 可见英特尔的CPU业务正面临前廊后虎的状况,各方都在虎视眈眈。 10月下旬,英特尔披露了其VIPC加速计划。 这一计划旨在连接独立的硬体供应商和独立软体供应商,以围绕其处理器形成繁盛的AIPC生态。 英特尔方面预计,这一计划将在2025年前为超过一亿台PC带来AI特性。 不过,英特尔人工智慧业务在今年前三个季度的起色并不佳。 第三季度,该公司数据中心和AI人工智慧营售为38.14亿美元,同比下降10%。 该部门第二季度营售为40亿美元,同比下降15%。 第一季度同比下降39%。 其他业务方面,英特尔网络和边缘运算业务第三季度营售为14.50亿美元,同比下降32%,营运利润为1700万美元。 相比之下,去年同期的营运利润为1.97亿美元。 其旗下自动驾驶部门Mobile Eye第三季度营售为5.30亿美元,同比增长18%,营运利润为1.70亿美元,相比之下上年同期的营运利润为1.42亿美元。 财报发表后,英特尔盘后股价大幅上涨,近9%。 英特尔预计,2023财年第四季度,该公司的营收将达到146亿美元至156亿美元之间,这一业绩展望的平均值为151亿美元,超出分析师预期。 另外,近日有消息称,灰达下一代AI GPU晶片Blackwell B100已进入供应链验证阶段,伪创红海富士康将参与该产品的代工。 这款产品将接替H100效能更加强大。 有消息称,红海掌握灰达北美H100AI伺服器模组的全部订单,并通过多地区生产,协助灰达解决地缘问题。 供应给美国的产品,在红海位于墨西哥、美国等地的工厂生产。 市场传出,红海集团子公司工业复联,已获得达达B140伏器模组的订单,但达达考虑到地缘因素,近期有可能调整。 根据最新消息,红海有望将Blackwell B100AI晶片的发表,提前至2024年第二季度。 该产品将搭载SK海力市的HBM3E高频宽记忆体,后者将于2024年第一季度量产,最大频宽可达1.15T每秒。 不过消息人士透露,红海集团与辉达仍在洽谈B140伏器模组订单,双方预计将在近期敲定细节。 预计达GB200,即搭载B100GPU的人工智慧伺服器将于2024年发表。 红海与伪创将共享这一大单之外,台积电仍是该款产品的核心代工厂商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援了。 谢谢。 谢谢。